深夜,一家酒店里,一名男子身穿睡衣,惨死在了房间里,警方接到报案后,上队立刻带人赶到了案发现场,经过初步调查,死者名叫夏折,是一家银行的职员,根据烟灰缸里的香烟,以及死者嘴角的白目来看,警员谭军认为,死者应该是吸食了,还有情化物的香烟,这才导致了中毒身亡,由于现场并没有发现其他人来过的痕迹,谭军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自杀案。 回家后,上队仔细查看,从夏折身边捡到的会员卡残片,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可直觉却告诉他,这起案子应该没有那么简单,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当天晚上,上队就再次来到酒店,找到了当时的值班经理了解情况,据经理所说,夏折是这里的常客,所以他对夏折的印象挺深的,不过两人只是在工作上有些交流,私下里并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也谈不上是朋友, 这次夏折办理好入住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叫服务,经理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就到他的房间查看了下,结果却发现,夏折倒在地上一动的洞,吓得他赶紧抱了紧,这时上队从兜里拿出了那个残片,经理接过来仔细辨认后,发现并不是酒店的会员卡,至于是哪里的会员卡,他就不清楚了,随后上队又学问了,夏折经常跟什么人一起来,经理思索了一会称, 有个叫杨辉的人曾来过,听到这个名字,尚队突然想起,就在前几天的晚上,他的儿子尚姐喝醉了,一个男人把他送回了家,临走时,男人留下了一张名片,上面的名字就是杨辉,只是不清楚,两人是否是同一个人, 次日,尚队听说儿子尚杰和边一起开了家公司,阵仗搞得还挺大,就连文化局的局长都请来了,于是他和谭君就一起来瞧瞧,等到了现场尚队才发现,跟尚杰合伙开公司的人,竟然就是杨辉,据杨辉称,他们公司叫嘉义文化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投资文化产业,毕竟这行业当下比较流行,虽然尚队不是很喜欢这个人,但当着儿子的面,也不好多说,于是就先回了家,没多久, 尚杰参加完活动,也回到了家里,尚队赶紧询问了,杨辉和尚杰的关系,据尚杰称,杨辉是他的高中同学,两个人很久都没有联系了,就在前不久,尚杰在酒吧驻场时,正巧碰上了杨辉,两人在寒暄了一番后,尚杰告诉杨辉,自己一直想做大导演,但奈何运气一直不好,自己投资的项目,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还赔了不少,无奈之下,这才到酒吧做起了驻场,听完尚杰的遭遇,杨辉, 杨辉当即表示,他的干爹正好准备投资文化产业,如果尚杰同意,他就拿出两千万座影视项目,帮助尚杰演的导演梦,刚开始尚杰并不相信,毕竟天上没有掉鲜饼的事情,但杨辉好像看穿了他心思一般,直接解释称,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欣赏尚杰, 再加上现在做文化产业是流行,反正都要投资,还不如投给老同学,这样他的心里也能有些底气,眼看杨辉说的句句在里,尚杰也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很快两人便把这件事敲定了下来,合伙开了这家文化公司,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尚杰的心里反而更加不踏实了,毕竟谁会无缘无辜的投资两千万呢, 此日警方针对下折的案子,展开了一场研讨会,据谭军调查,下折在很早之前,就利用职务支扁,伙同税务机关的一些人,在银行的电脑系统里做手脚,非法交易高达上千万,前一段时间他的活动明显减少了,表面上看,是准备洗手不干了,但经过追查发现,北地里他在准备一个更大的计划,截止到目前为止,单单下折自己的非法收入,都已经高达几百万,所以谭军认为,下折的死, 应该是一起灭口的经济谋杀案,这是一直没发表意见的上队却觉得,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下折的死,应该是一起典型的胁迫自杀案,不仅如此,他也已经确定了,跟下折经常去酒店玩的人,就是上街的合伙人杨辉,这么看来,杨辉很有可能和下折一起参阅犯罪,于是上队让谭军盯进杨辉旗下公司的一切经济活动,很快上队便发现,杨辉的一个手下,鬼鬼祟祟的建了一家酒吧, 于是上队便伪装成大老板,带着谭军也悄悄进了酒吧,只不过现在天还没黑,酒吧里就已经坐满了人,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上队和谭军就点了两杯酒,在把台喝了起来,就在这时,上队突然注意到杨辉的手下,就在酒吧的角落里,守着一扇门,上队仔细观察了一会发现,出入那里的人,都需要出示一张金卡, 而金卡的材质,好像和下车死时发现的残片一样,为了了解更多的线索,上队主动询问起服务生,怎么才能进到那个门里,据服务员所说,只有老板的朋友才能进去,但老板是谁,他就不清楚了,哪有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的员工,眼看服务员不愿说实话, 无奈之下,上队和谭军只好硬闯了进去,结果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扇大门,两人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发现里面有很多包间,只是包间里的人,应该都匆忙逃走了,不然怎么会,连桌上的钱都来不及收,回到警局后,谭军通过审讯杨辉的手下得知,那个地方是个地下赌场,每天的现金流水高达几十万,听了谭军的话,上队认为,那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杨辉用来洗钱的,只是现在还没有 证据证明,杨辉就是幕后老板,就在上队一筹莫展之际,上阶在听说了,杨辉的手下被抓后,直接闯进杨辉的办公室,找他了解情况,但杨辉却坚称自己并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上阶的事情,眼看杨辉什么都不肯说,上阶也没办法,只好歇回了家里,躺在床上的上阶,回想起今天杨辉的态度,越想越不对劲,为了搞清楚原因,他只好找到了上队,希望他能给自己说 明白,但上队作为一名老刑警,甚至在案件没有告破之前,所有的线索都要保密,于是就什么都没说,只是劝上阶放弃导演梦,不要再和杨辉合伙搞公司了,可上阶拍了这么多年戏,现在不做导演,又能做什么呢? 次日,为了打消上阶的顾虑,杨辉主动找到他称,公司以后只要和财务有关的单子,都必须由他俩共同签字才行,这样一来,上阶也能起到一个监督他的作用,听到杨辉这么说,上阶也非常高兴,俩人本来就是高中同学,又是好朋友,他也一直觉得,杨辉肯定不会欺骗他,从这之后,杨辉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但凡是公司的业务,都必须有上阶的签名才行,与此同时,一直调查杨辉的上队,也知道了这件事,虽然他知道不能全怪上阶,但还是在停车场堵住了上阶,两人刚一见面,上队就把上阶签名的文件拿了出来,此时的上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仍然在解释,自己公司做的都是合法业务,上队听后却更加恼懦了,警队都知道上阶是他儿子,现在他居然和警方紧定的嫌疑人合伙开公司, 而上队作为一名老刑警,无形中就坐了边的保护伞,面对怒气冲冲的父亲,上阶也十分无奈,他多次询问上队,杨辉到底犯了什么事,可上队实在是有口难言,在案件没有侦破之前,他不能把有关案件的信息透露出去,最后,他只能给上阶,留下一句好字为之便离开了,次日,上阶再次找到杨辉质问他,是否背着自己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眼看已经没办法再糊弄下去,杨辉便承认, 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合力避税的事情,并没有违法,可此时的上阶已经不相信杨辉了,与其每天担惊受怕,还不如辞掉一切职务,重新做回自由导演,眼看上阶取已决,为了挽留上阶,杨辉主动找到上队,见到杨辉的到来,上队也有些吃惊,他怎么都没想到,在这个结果眼上,杨辉居然会主动来找自己, 两人刚一坐下,杨辉便主动开口,称上队是否对他有一些误会,毕竟他开的是投资公司,有些业务由于时间问题,手续不齐全也是正常情况,但他坚称,自己做的都是合法生意,并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说完不等上队反应,杨辉更是从兜里拿出了一张支票,希望上队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杨辉的举动,上队当然明白什么意思,但作为一名老刑警,他才能会犯这种错误,同时杨辉也用行动告诉了上队,他这个人绝对有问题,毕竟身正不怕影子歪,于是上队在第二天到警局后,立刻就让谭军去调查嘉义公司,就在这时,一名警员恰好来汇报工作,称下车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警员在查看下车的私人电脑时发现,他与一个名叫张建的人,有着频繁的账务往来,而根据调查,张建 正是杨辉的干爹,这么看来,他们之间绝对有猫腻,除此之外,警方还在下车的手掌汗叶中,发现了另一个人的细胞组织残留,这就说明警方发现的现场,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在下车死之前,应该有人进入过他的房间,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杨辉,有了这个发现,上队立刻让谭军申请搜查例,对杨辉旗下的嘉义公司进行搜查,此时杨辉并不在公司,警员只好先把一些资料,以及一些账务, 上队带回了警局,晚上,上队回家时,刚打开门,就被一个头戴面罩的人给袭击了,不过好在上阶发现急事,联邦把上队送到了医院,经过治疗,上队并没有什么大案,就在这时,谭军告诉上队,下车掌中残留的细胞DNA,检测出来了,经证实属于杨辉,而袭击上队的人,在逃走时,不小心把面罩丢在了现场,经过检测,上面有杨辉的指纹,现在物证齐全,警方已经基本确定, 杀害下车以及袭击上队的人就是杨辉,就在警方准备拘捕杨辉的时候,这小子却带着女友小丽提前跑了,不过幸好,上阶小丽关系不错,他急忙给小丽打去了电话,并说明了情况,小丽也十分配合,最终警方在机场,把准备逃往国外的杨辉抓捕归案了, 审讯事理,据杨辉交代,夏哲确实不是自上,而是他和张建胁迫的,之前他和张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大量资金,后来夏哲染上了毒瘾,又在杨辉的地下赌场输了几百万,为了还清赌债,走投无路的夏哲,找到了杨辉父子,声称如果他们不帮忙,就把之前干的事情揭发出去,面对夏哲的威胁,杨辉父子也是恨人,决定除掉夏哲, 永军后患,于是他们把夏哲约到酒店,然后杨辉又拿出夏哲与别的女人私混的照片,甚至还告诉夏哲,已经把她欠赌债的事情,告诉了她老婆,夏哲听后被吓得不轻,她老婆可不是一般人,万念举灰之下,夏哲还是选择了自杀,至此整个案件也终于真相打白,杨辉和张建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至于夏哲,完全就是咎由自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得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上队的儿子,为了完成自己的导演梦,差点不入歧途,好在最后幡然醒悟,这才没有酿成大错,而影片中的上队,面对杨辉拿出的巨额支票,毫不心动,作为一名工作多年的老刑警,上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底线,这样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女孩子晚上回家,千万要注意安全,这天深夜,一个女人在回家之后,看到卧室里的台灯,在不停地闪烁,可就在她修好台灯, 转身准备去洗澡的时候,一个男人突然从背后捂着她的嘴巴,死死地把女人压在床上,任凭女人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次日一早警方就接到报案,海滨银发大厦发现了一具女士,受害人衣衫不整,下体一共有26处刀伤,有明显被侵犯的痕迹,根据调查,死者名叫丹丹,19岁至高毕业,曾在家叶总会做陪酒女郎, 生前并没有不良记录,听完女警的报告,局长非常的愤怒,因为这已经是本月发生的第六条命案了,而且受害人军是被以刀封后,并且下体被摘除,为了尽快抓住凶手,局长当即决定,由刑警队长雷队,带领三名警员一起负责侦破此案,面对如此棘手的案件,雷队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决定从这次的案件入手重点调查, 技术部门通过勘查发现,受害人家中没有任何指纹以及毛发,看来凶手应该拥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不过凶手应该不是有钱人,从现场找到的严徽分析,应该是一种劣质因,除此之外,警方在调查监控时,发现里面只有受害人,凌晨两点回家的画面,并没有拍到嫌疑人,这么看来,凶手应该对附近的环境非常熟悉,另外警方还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枚四杀二马的鞋印,不过鞋印有托尾,这应该是凶手, 故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以此来迷惑警方的视线,但从鞋印的整齐走向,以及门锁没有被破坏来看,凶手应该是和平入内,甚至是有房屋的钥匙,分析完了案情之后,雷队长和小夏就来到了,受害人房东家里了解情况,据房东所说,他是今年七月份,才把房子租给了丹丹,没想到这才两个月,丹丹就突然越汗了,这以后谁还敢租他的房子,另外房东为了省钱,门锁从来都没换过,这套房子一共有两把钥匙, 他全都交给了丹丹,至于丹丹有没有把钥匙给别人,房东就不是很清楚了,之后雷队又问起房东,这套房子有没有租给过别人,一提起这个,房东瞬间气得咬牙切齿,上一个租客时老王一家三口,由于他妻子生病花了不少钱,为了躲占,老王一家连招呼都没打就搬走了,最后还欠着房东几个月的房租了,眼看在房东这里,也得不到什么线索, 雷队决定去找老王聊了,路上去辖区居委会大姐所说,老王这个人十分老实,一直在家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激励街坊都夸老王是个好男人,不过他的儿子正直叛逆期,非常不听话,左丽右舍都非常讨厌他儿子,说着说着众人就来到了老王家门口,看着残破的房子,可想而知,老王的日子并不好过,刚进门,警员曹刚就向老王, 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老王也表示,他确实曾租过那套房子,后来由于没钱交租,就搬了出来,就在雷队准备问他,还有没有房子的钥匙时,老王的儿子回来了,这小子一看家门口有警察,想到没想转身就跑,这小子要不是做了亏心事,又怎么会跑得这么快,不过最后在一名路人的帮助下,他还是被警方制服,带回了警局,另一边小夏也搜查了老王家里,发现他儿子枕头下,有一条黑色丝袜,而经过化验, 这条丝袜正是死者丹丹的,审讯室内,还没等警方询问,小王就坦白了一切, 死人的,可当小夏询问他,是如何偷的丝袜时,小王竟情绪崩溃痛哭了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小王拿着钥匙,偷偷溜进了丹丹家里,就在他抱着沙发上的那一享受的时候,丹丹却突然回来了,吓得他赶紧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彻底崩溃了, 小王透过缝隙看到,自己的父亲不仅侵犯了丹丹,还惨把他给杀了,雷队长听后非常震惊,赶忙给正在蹲守的曹刚打去电话,让他对老王实施抓捕, 由于老王居住的地方人员比较密集,为了不伤其无辜,曹刚准备等到万无一失的时候,再进行抓捕, 就在这时,老王正巧出来买餐了,一名警员赶紧以借火为由,上前扑住了他,老王刚划着火柴,警员就急忙上前制服他,老王反手就从背后抽出一把刀, 对着警员就捅了上去,眼看警员就要支撑不住,曹刚赶紧跑过来支援,最终两人合力制服了老王,并把他带回了警局,审讯势力,面对雷队的询问, 老王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无奈之下,雷队只好先暂停了审问,准备晾一晾汤,毕竟人已经到了警局,说不说已经由不得老王呢, 由于这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队员们也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于是雷队请大家一起吃了火锅, 翻桌上大家再次讨论起了案情,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机放邻居口中了好男人,居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徒, 不过好在老王已经被抓了,大家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雷队却始终觉得不对劲, 前几起案子,凶手总会在雨夜作案,这次却没有选择下雨天, 曹刚听后却表示,雷队有点想多了,当老王拿出刀子的那一刻, 曹刚就知道,老王绝对是杀人凶手,吃完饭后,队员们提议去酒吧里放松放松, 可雷队长游要接女朋友,就没有和他们一起去,热闹的酒吧里, 美女却孤独地坐在角落里,一点也不开心,这是一位帅哥端着酒走了过来, 小姐,我给你喝一杯吧, 不好意思,我不喝酒,下次有见 眼看美女不给面子,帅哥只好兴兴地回去,喝起了闷酒, 帅哥名叫曹刚,是特案组的队员,由于刚刚抓住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所以来到酒吧放松放松,可一旁的队员却始终心不在焉, 他一直在回想吃饭时雷队说的话,觉得雷队说得有道理, 前几起案子都是发生在雨夜,可这次凶手并没有选择雨夜, 为了搞清楚原因,三人回到了警局,再次对老王进行了审问, 这次老王也承认了,单单就是他杀害的,但是他就是不肯承认, 自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其实老王想杀的是他老婆,如果不是他身患重疾,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老王指不定现在在哪里逍遥快活的, 也不会过得如此困困,可毕竟是夫妻一场,老王始终下不去手, 直到有一天老王看报道得知,凶手每次作案都是割喉, 于是为了报复社会,他就模仿凶手犯罪, 之前老王租的房子一共有三把钥匙,老王交不起房租, 跑的时候只留下了两把钥匙,后来老王得知新租客是个女的, 于是他就默默跟踪对方了很长时间,在确定单单是独具, 并且在夜总会上班之后,老王就准备实施作案, 本来他只准备侵犯单单的,可没想到对方极力反抗, 于是他就模仿凶手的作案手法,杀了单单, 看着老王没有一丝悔恨的态度, 暴躁的曹刚就想上去给他一拳, 不过却被一旁的警员给拦住了, 这时老王还不忘提醒警方, 现在啊,我已经在这儿了, 比我狠的那个凶手还在外边逍遥呢, 我在最后说一遍,前面那六条命我不背, 果然老王说的话应验了,又有一名女子惨遭遇害了, 这已经是本时发生的第八起命案, 法医经过初步勘察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的两点到三点之间, 死亡原因是颈部大动脉被割断, 并且死者的下体被割掉了, 另外由于下了一夜的暴雨, 警方在勘察现场时, 并没有发现任何脚印和毛发, 只找到了一部被雨水浸泡的手机, 不过手机的主板被烧坏了, 暂时开不了机, 这时曹刚突然发现, 死者正是昨夜他在酒吧搭讪的美女, 临走的时候, 他还记得美女在门口打电话, 情绪似乎有些不对劲, 难道他的死与这通电话有关, 回到警局后, 雷队长也确定, 老王只是杀害了单单一人, 并不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毕竟从临床心理学, 以及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心理变态, 他喜欢语约杀人, 并侵犯尸体, 一定拥有严重的心理障碍, 而现在本事已经进入了梅雨季节, 如果警方不能尽快抓到凶手, 那么对方一定还会继续作案, 就在这时, 技术部门把手机修好了, 警方也找到了与死者最后一次通话的人, 据大叔交代, 死者只是他的小老婆, 至于是谁杀了他, 大叔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案发当晚, 由于大叔的妻子要和他闹离婚, 大叔在家排了妻子一晚上, 而警方根据调查发现, 大叔也并没有撒谎, 眼看手机的线索也断了,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雷队长突然提出, 凶手拥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既然抓不住他, 不如来个引蛇出洞, 暴雨倾盆的夜晚, 一位打扮妖娆的美女, 独自一人撑着伞, 走在漆黑的打击上,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大爷, 雷阳, 我能摸起来你的奶子, 你干嘛, 救命啊, 救命啊, 也不看你背里是谁, 原来这是警方做的一个局, 但很可惜这个老头, 并不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就在这时, 东北方向的公共厕所, 传来了刺耳的惨叫声, 结果在卫生间里, 见到了一名瑟瑟发抖的女生, 我看见鬼了, 眼看小姑娘被吓得不轻, 雷队只好先将她带回了警局, 下警官给她倒了一杯热水暖暖身子, 过了好一会, 小姑娘才缓过来神, 据小姑娘说, 她在回家时候, 突然感到尿急, 于是就到旁边的公厕解决一想, 可就在她蹲下时却发现, 一个穿着羽衣的男人, 竟然站在她的身后, 小姑娘刚想大声喊叫, 男人就用左手捂着她的嘴巴, 右手趁机伸向了她的下体, 不过那天正好是女人的生理期, 男人手上沾了不少血, 然后气愤地离开, 由于当时光线太阳, 小姑娘并没有看到男人样貌, 但是她却在男人身上, 闻到了很重的茉莉花香味,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雷队分析, 这个男人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要找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而从她的一系列反应来看, 凶手应该有洁癖, 小姑娘也正是因为生理期, 这才躲过了一劫, 另外凶手身上有很重的茉莉花香味, 这样看来, 凶手要么是在有大量茉莉花的地方工作, 要么就是非常喜欢购买茉莉花, 再加上茉莉花象征着干净, 这也证明了凶手对感情的需要, 应该是非常的纯粹, 所以雷队长当即决定, 从茉莉花这一方面入手调查, 经过调查, 本市一共有将近300余家花点, 而警方通过逐一排场, 每天销售茉莉花最多的花点, 竟然是雷队女友家的花点, 得知这个消息后, 雷队立刻带着警员, 赶到女友的花点了解情况, 据他所称, 这段时间, 每天都有一个男生来买茉莉花, 就在刚刚, 他才买完花离开, 听到这里, 雷队长竟然赶紧分头去追, 果然没多久, 便见到了一个手捧茉莉花的男人, 可这个男人一见到雷队立马就跑, 雷队赶紧在后面穷追捕射, 终于在街道的拐角处, 雷队与赶来的队员, 将男人成功制服, 经过调查男人叫张国赵, 可面对警方的审问, 他却始终不肯配合,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杀人啊? 无奈之下, 警方只好先到张国赵的家中寻找证据, 可是却发现, 他的家中布满灰尘, 有很长时间没有居住过了, 这么看来, 张国赵应该还有其他隐匿地点, 只是他始终不肯老实交代, 气得雷队差点犯了错误, 幸好局长及时出面制止了他, 毕竟这种人往往都有受虐倾向, 就算挨了他, 也不会感觉疼, 甚至还会十分享受, 经过两天两夜的审问, 张国赵始终什么都不说, 眼看积压时间就要到了, 警方仍然没有证据证明, 他就是杀人凶手, 无奈之下, 雷队只好先放他离开, 已经安排好人手, 秘密监视张国赵, 好找到他真正的藏匿地点, 果然雷队的这招很有效, 很快便找到了他居住的别墅, 又是一个雨夜, 张国赵拿着榔头, 从别墅走了出来, 雷队与曹刚立刻冲了出来, 将他制服并带回了警局, 另一边小夏和警员进入别墅里寻找证据, 寻着花的气味, 两人来到了一个橱柜前, 一拉开门小夏瞬间拖了下来, 里面全是变态割下来的肉,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浴室里, 发现了别墅真正的主人, 不过他也已经遇害了, 审讯室里面对如此铁证, 张国赵再也没法狡辩, 只好老是交代了整个杀人过程, 我喜欢杀人, 杀人能给我带来快感, 原来张国赵性格孤僻, 从来没被人爱过, 严重缺乏爱的他,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这才不停地杀人, 并搁走对方的下体站位机, 不得不说, 张国赵是个十足的变态啊, 不过人在坐天在看, 只要你做了违法乱纪的事, 等待你的, 也只能是严厉的制裁, 又该如何度过呢? 警方接到报案后, 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根据初步调查, 死者是静老院的一名老人, 名叫万志云, 退休前在建筑公司工作, 因为两年前患有脑中风, 生活不能自理, 这才被送到了静老院, 由于静老院有规定, 不能带任何贵重的物品, 所以并没有什么财产损失, 除了死者伤口的血以外, 现场还算比较干净, 不过刑警马之在勘查现场的时候发现, 死者刀口比较深, 而且是一刀毙命, 初步怀疑应该是他杀, 可能刑警马之搞不明白的是, 凶手为什么, 要杀这样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呢? 为了尽快破案, 一回到警局, 马之就拿着凶器, 找到了刑侦专家, 也就是他的母亲马淑华, 看能不能从上面提取到凶手的指纹, 由于这把匕首插得比较深, 死者双手紧紧握着他, 似乎想要把他拔出来, 所以马之推断, 很有可能, 死者的指纹和凶手的指纹, 重叠在了一起, 不过马淑华在仔细观察了匕首之后, 发现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 只不过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为了尽快确定凶器的来源, 警方专门对静老院进行了走访, 据万志远的医生所说, 他平时除了行动不便之外, 头脑还是很清晰的, 只不过有些疑老脉老, 而且这段时间, 万志远好像有心事, 没有以前那么活愤了, 晚上还总是失眠, 于是他就给万志远开了些安眠药, 但是没有多开一天就一片, 除此之外, 马之还拿着凶器的照片, 让静老院的老人辨认了, 据王奶奶所说, 这把匕首是万志远自己的, 他看着像是个古董, 还曾找万志远要过, 只不过对方没答应, 因为万志远说, 这个匕首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王奶奶还以为这老头抠门, 现在看来, 这个匕首确实不是什么吉祥物, 另外王奶奶还告诉马之, 万志远不是个什么好人, 就这老头, 爱聊天, 从来不跟老头聊天, 专门跟我们这些老太太, 瞎大, 成天色眉瞪眼的, 他, 我会忘了, 经过一整天的走访调查后, 警方召开了案情讨论会, 据马之调查发现, 凶手使用的匕首, 是属于死者自己的, 由于万志远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再加上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少, 虽然以前有几个老同事, 但现在基本上也不联系了, 所以基本排除了谋财害命, 以及情杀的嫌疑, 这么看来, 这起案子很有可能是仇杀, 除此之外, 警方在现场搜集到了三十余枚指纹, 经过鉴定, 全是万志员以及工作人员的, 至于凶器上指纹, 由于提取难度较大, 目前仅成功提取到了三枚, 其中两枚写指纹是万志员的, 另外一枚的三分之二, 被压在了写指纹下无法提取, 剩余的三分之一, 是一枚新鲜的汉叶指纹, 经过比对可以断电, 并非是养老院工作人员的指纹, 这么看来, 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指纹, 既然万志员全身瘫痪, 从未离开过靖老院, 这就说明, 还有其他人来过靖老院, 并接触过这把刀, 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为了尽快找到凶手, 警方当即决定, 立刻扩大范围, 搜集近期所有到过靖老院人员的指纹, 很快马之就调查到, 本是著名企业大的集团, 在上周曾和靖老院做过联谊会, 董事长楚云, 还经常给靖老院做慈善捐责, 于是马之和警员王蒙, 立刻找到楚云了解情况, 据楚云所说, 他并不认识万志员, 到靖老院也只是做下活动而已, 除此之外案发当晚, 他和助手劳民一起去听了音乐会, 当时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 眼看在这里, 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马之便让楚云在学问笔录上签了字, 并了手印后离开了, 回到警局后, 马淑华终于确定, 那枚残缺的指纹, 正是大德集团楚云的指纹, 不过让他疑惑的是, 从匕首上残缺指纹的形态上来看, 根本就不具备扎入身体的力度, 死者身上的刀口很深, 凶手一定是很用力地握着刀, 刀刃在进入身体, 是有一定的阻力, 但这个指纹, 却没有任何碾压的痕迹, 那就说明, 楚云曾经接触过这把刀, 但不一定是真正的凶手, 无奈之想, 马淑与马淑华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结果除了在尸体附近, 发现了一个深坑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线索, 看来现在最大的嫌疑人, 仍然是楚云,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警方传唤了楚云, 不过楚云却坚持说, 案发当晚他在听音乐会, 而当马淑拿出凶器的照片时, 楚云想都没想, 就说自己见过, 我记得这把刀很特别, 我还拿起来看了一下, 就在前几天, 他们公司去敬老院做活动时, 楚云曾给几个老人送过点心, 就在其中一个老人的房间, 他见到过这把刀, 当时觉得有些特别, 还专门拿起来把玩了一会儿, 眼看楚云的话, 滴水不漏, 在他走后, 马之认为, 楚云并没有作案动机, 毕竟一个堂堂集团大老板, 怎么会去杀一个偏袒的老头呢? 不过据警员王盟调查, 万志愿是在文革结束那年, 从黑山村转到市里做了工人, 而他以前的名字叫万彪, 听到这里, 马淑华突然想到了什么, 原来在文革时, 马淑华曾经下过乡, 去的地方正是黑山村, 当时房东的媳妇舒芝热情招待了他, 而之所以要让马淑华住在他家, 是因为舒芝的家人总是打他, 本来马淑华没有打算多问, 后来他才知道, 舒芝曾被万志愿强暴过, 这件事被村里的人知道后, 大家都骂他是个破戏, 舒芝的家人也觉得抬不起头, 所以稍有不顺就总是打他, 马淑华也曾鼓励舒芝报警, 但是由于当时DNA技术并不成熟, 再加上舒芝把衣服都烧了,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所以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舒芝实在受不了, 村里人的流言蜚语, 就从后山悬崖跳下去自杀了, 而二十年前, 楚芸却一直都在国外, 根本就不可能和万志愿扯上关系, 眼看案件才刚有点眉目, 这下又陷入了僵局, 此日马淑华再次对那把刀进行检查时, 他突然想起, 这把刀是舒芝的, 他曾和舒芝在一起砍柴时, 见过这把刀, 而且当时一共有两把, 想到这里, 马淑华更加疑惑了, 二十年前他亲眼看见舒芝, 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后来村里人, 也确实在悬崖下找到了一具, 被摔烂脸的女尸, 难道那具尸体不是舒芝, 他当时并没有死, 就在这时, 马淑突然接到王萌的电话, 称靖老院门外的监控找到了, 监控里显示, 案发大晚有一辆出租车来过靖老院, 并且车上还下来过一个女人, 只不过视频有些模糊, 看不清女人的样貌, 很快警方就通过车牌号, 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10月11号晚上9点到12点, 你有没有接过一个去养老院的活? 拉过,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 哎那女人, 风韵有存的贼带感。 据司机描述, 女人确实是在音乐厅上的车, 而且由于她嫌弃车有点脏, 司机还专门拿抹布把座椅擦了擦, 所以司机印象十分深刻, 这是马淑拿出了楚云的照片, 司机当时就确定, 在靖老院下车的女人就是楚云, 这么看来楚云撒谎了, 她中间离开过音乐厅, 就在警方准备传唤楚云时, 楚云却主动来了警局, 据她交代, 她确实去过靖老院, 原来楚云在听音乐会的时候, 曾接到万志远的电话, 因为曾经在联谊会的时候, 她见万志远的那把刀, 与自己收藏的古董刀十分相似, 于是就想买一下万志远的刀, 可当时对方并不卖, 就在那天晚上, 万志远又突然改变主意了, 还说要当面谈, 所以楚云就在音乐会中场休息时, 去靖老院见了她, 不过等她赶到时却发现, 匕首已经被掉了包, 当时的那把是个纺织品, 于是楚云就以没带钱闻由, 又返回了音乐厅, 至于那把古董刀, 楚云也带来了, 经过马叔华的仔细辨认, 可以确定, 楚云收藏的刀, 就是当年舒芝跳崖带走的那把, 为了确定楚云到底是不是当年的舒芝, 马叔华拿出了二十年前法院的判决书, 虽然当年在她的极力鼓励下, 舒芝将万志远告上了法庭, 但由于舒芝的婆婆不愿出庭指认, 最终法院宣告万志远无罪, 而这份判决书上, 就舒芝的指引, 马叔华在通过仔细的对比之后, 居然发现楚云的指引, 与舒芝的一模一样, 难道舒芝当年并没有死, 现在的楚云就是她, 可是警方根据调查楚云多年的生活轨迹发现, 她一直生活在国外, 并且每个阶段都有确凿的证明材料, 而且检察院也认为, 单单凭借一枚年代久远的指纹, 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 不足以说明, 楚云就是杀害万志远的凶手, 马叔华听后也有些无奈, 看来现在只能靠先进的DNA技术确定, 楚云到底是不是当年的舒芝, 可就在马叔华决定再次去找楚云时, 却突然接到了王莽的电话, 马之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受了伤, 此刻正躺在手术室里, 急需亲人输血救命, 原来马之和王莽在一同在抓捕罪犯过程中,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为了救王莽, 散弹枪的全部子弹都打在了马之的身上, 马叔华听后伤心不已, 但此刻医生却告诉他, 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血浆, 那么马之将会有生命危险, 众人一时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马叔华身上, 可马叔华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因为他深知自己并不是马之的亲生母亲, 当年跳崖的舒芝才是,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楚云却急匆匆地赶来了, 他献出了自己的血, 马之也因此脱离了危险, 只是楚云的举动已经是在承认, 他就是当年的舒芝, 最终在警方的询问下, 楚云也交代了一切, 当年他被万志愿逼得跳下了悬崖, 可是他命不该绝,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 救他的人正是大德集团董事长楚正阳, 而真正的楚云, 由于早恋自杀了, 楚正阳救下他后, 收他做了一女, 并且还让医生, 将他整成了楚云的模样, 然后送他到了国外, 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八年后, 楚云学成归来, 楚正阳也将所有的试影, 都交给了他打理, 而当他第一次与马芝见面, 在看到马芝手上的疤痕时, 楚云就已经知道了, 马芝是他的孩子, 因为当年, 他是准备抱着孩子一起自杀的, 在他用匕首割破孩子的手腕时, 孩子不停地哭闹, 最终他也于心不忍, 只好抛下孩子自己跳崖了, 但是当警方问起他, 是如何将万志愿杀害时, 楚云却坚决表示, 自己根本就没杀万志愿, 原来他们公司在静老院搞联谊活动时, 楚云就认出了, 万志愿就是当年的晚彪, 案发当晚, 万志愿主动联系了楚云, 而他也由于急于拿回匕首, 被万志愿猜出了真实身份, 虽然楚云恨不得当场杀了这个男人, 可当他看到万志愿如今这疯癫的模样, 楚云还是下不去手, 他觉得这已经是老天, 对万志愿最好的惩罚了, 听完楚云的陈述, 警方却有些不屑, 毕竟楚云是唯一一个, 在案发当晚进万志愿房间的人, 并且还在凶器上留下了指纹, 然而就在这时, 马书华却突然闯进了审讯室, 谁又能证明你不是杀人凶手呢? 我能证明? 原来警方虽然在匕首上, 发现了楚云的指纹, 但从文型上来看, 并不具备造成万志愿致死的运动轨迹, 紧急着, 马书华拿出了一份死亡鉴定书, 经过法医以及痕迹科, 多方面的检验与查证, 万志愿在死亡当天, 由于在吃药的情况下饮酒, 出现了不良反应, 导致他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以至于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才发生了意外, 原来万志愿认出楚云后, 本想敲诈他一笔签, 但是此时的楚云非但不害怕, 还羞辱了他一番, 看着你风瘫的样子, 孤独, 痛苦, 这就是佛祖对你最好的惩罚, 你这个蛇一样的女人, 我要杀了你, 楚云走后, 万志愿越想越起, 他颤巍巍地想拿起那把匕首, 可谁知身体控制不住摔倒在地, 导人也扎进了他的胸腔, 从而导致了失血过多死亡, 而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马书华再去勘察现场时, 发现地上有个坑, 至此整个案件, 也终于真相打白了, 万志愿一生作恶多端, 临头来却落到了这个下场, 也算是死有余辜, 也许有些人, 能够一时躲过法律的制裁, 但人在昨天再看, 他们迟早会得到正义的审判, 1999年的秋天, 刑警刘队在执行任务时, 警员告诉他, 小镇的河边发生了命案, 刘队得到消息后, 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据了解, 死者浑身赤裸, 被人一刀封喉, 脑袋还差点被割掉了,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凶手居然在死者后背, 磕上了一朵菊花图案,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意, 就在这时, 一条狼狗叼着剑衣服突然出现, 这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误证, 刘队见状立刻追了上去, 经过调查, 死者名叫何燕, 是附近剧团的一名眼云, 现场除了一条125摩托车轮胎以外, 并没有其他发现,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咱们接着往下讲,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 刘队迅速带人来到剧团了解情况, 据何燕的同事称, 他已经有五六天没来上班了, 而且最近表现得十分奇怪, 何燕以前上班挺积极的, 但是最近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问他什么话也爱搭不理的, 不过附近有家理发店, 何燕倒是经常去做头发, 随后, 刘队又来到了何燕宿舍, 发现墙上有张他与男人的合照, 据事有所说, 照片上的男人是死者哥哥何臣, 紧接着, 刘队又在何燕枕头下, 发现了很多情书, 之前就听说他最近心事重重, 难不成这是一场情杀, 可没听说何燕有男朋友啊,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刘队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 结果刚到附近, 就看到两个男人在追逐, 刘队立刻下车, 最终将一个男人扑倒, 并带回了警局, 紫尿局长一到办公室, 就把刘队劈头盖脸吵了一顿, 因为他抓回来的人, 正是死者的哥哥何臣, 要不是你我都抓到凶手, 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楚, 当了什么警察, 你配吧你, 眼瞅着都是误会, 为了缓和下气氛, 警员端来了一碗面条, 可何臣根本就不领情, 就在刘队准备吃的时候, 何臣一把姜面摔了, 幸亏局长及时劝阻, 要不然两人非得打一架布格, 此日一早, 刘队在刮胡子时, 不小心划破了皮肤, 这时刘队突然想到, 何燕经常去做头发, 难道托尼老师是他男朋友, 想到这里, 刘队立刻去了离发店, 刚到店门口, 就看到何臣在殴打托尼老师, 于是刘队便把何臣, 考在了一旁的栏杆上, 据托尼老师称, 自己跟何燕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些情书就是他写的, 除此之外, 狼狗叼的那件格子衬衫, 也是托尼老师的, 那天他跟何燕约好到河边约会, 等他到的时候, 何燕已经出事了, 当时他很害怕, 顾不上捡衣服就跑了, 至于他第二次去案发现场, 只是想给何燕捎点纸, 没想到正好遇到了何臣, 刘队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破案, 可没想到凶手十分狡猾, 这起案子一拖就是三年, 这天镇上再次发生了命案, 据了解, 死者名叫高玉芬, 他浑身赤裸被人一刀封喉, 肚子上也被凶手, 刻上了菊花图案, 看来凶手这是再次犯案, 刘队总算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局长却给他安排了一个搭档, 这个人正是消失已久的何臣, 他用三年时间, 成功考入了势力的警局, 并且主动下调到镇上当刑警, 目的就是为了抓住, 杀害自己妹妹的凶手, 镇上发生了连环命案, 死者浑身赤裸被一刀封喉, 更加可怕的是, 凶手还割下了死者皮肤, 留下一个菊花图案, 这已经不是凶手第一次犯案, 就在三年前, 何臣的妹妹在河边遇寒, 身上同样被刻下了菊花图案, 为了抓到凶手给妹妹报仇, 何臣用三年时间, 成功考上了公务员当了一名刑警, 这天, 何臣来到死者家里了解情况, 刚一进门, 就发现死者妹妹, 拿着剪刀准备自杀, 何臣急忙制止了她, 据死者妹妹称, 镇上的屠夫陈一刀, 经常调戏她姐姐, 刘队得知这个消息后, 急忙带人去找了陈一刀, 可没想到这个人十分不配合, 还拿着把刀晃来晃去, 刘队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把陈一刀放倒考了回去, 可没想到, 换来的却是局长的一顿臭码, 原来, 何臣根据调查发现, 陈一刀根本就没作案时间, 光证人就有十三个, 这么看来确实抓错了人, 无奈知想, 刘队只能先把人给放了, 可没想到, 晚上刘队下班时, 竟然遇到了陈一刀的报复, 幸亏何臣及时出现, 这才没能酿成大货, 为了表示感谢, 刘队请何臣到家里吃了饭, 饭后何臣认为, 想要找到凶手, 必须从死者身上的图案入手, 可他一连画了七八种,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花, 这是刘队的媳妇来送水果, 在看到这种花时, 他一眼就认出来, 盐水区附近有很多这种花, 于是刘队与何臣, 立刻开车去了盐水区, 对附近的村民进行了逐个排查, 可一圈调查下来, 任何收获, 由此也可以看出, 凶手多半心思证明性格内向, 平时可能也没什么朋友, 非常孤独且不起眼, 所以才会用如此变态的方式杀人, 就在案件毫无线索之际, 凶手再次作案了, 还是同样的手法, 只不过这次, 凶手还在门上留下了图案, 很明显这是对警方的挑衅, 据了解, 这次的死者名叫沈莉莉, 他在两年前就离婚了, 最近出了一个对象名叫冬子, 刚好冬子就是盐水区的人, 不过他这个人没有工作, 平时非常喜欢打牌, 随后, 两人来到一处牌室, 合成拿出冬子画像让他们辨认, 可所有人都说不认识, 刘队见状也不废话, 直接掀开了桌上的毯子, 下面全是白花花的钞票, 好家伙, 这已经是剧中赌博了, 老板急忙把刘队拉到一边, 这才老是交代了冬子行踪, 随后, 两人按照老板提供的地点, 找到了一处小型赌场, 可刚一进去, 就有人认出了刘队, 他们纷纷四处逃在, 幸好留对眼尖, 当场扑倒了冬子, 但合成就没这么幸了, 黄婉忠, 不知道谁捅了他一刀, 不过幸好宋仪急事, 合成并没有什么大碍, 审讯事理, 冬子坚称自己根本没杀人, 当晚他本来是要去拿点钱花的, 可刚一进门, 就发现沈莉莉已经死了, 冬子吓得赶紧跑了, 后来警方调查发现, 沈莉莉死的时候, 冬子还在临线, 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另外, 刺伤合成的人也抓到了, 是名外甥的逃犯, 以为警方是去抓他的, 跟这些案子就没关系, 这下好了,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案子一下就进入了僵局,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凶手竟然再次犯案了, 警方赶到时, 受害者还有一口气, 但还是没能坚持到医生来, 据死者的丈夫称, 他晚上回来时, 正好遇到了凶手, 不过天太黑, 没看清楚对方样貌, 但凶手在翻墙时, 身体被钢钉划破了, 留下了血迹以及一枚族裔, 这让尘封已久的案件, 再次看到了曙光, 不过当时警方的技术有限, 想要根据一枚鞋印找到凶手,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合成并不想放弃, 他仔细观察了那枚鞋印, 发现上面的黑色粉末, 是一种肥霉的霉气, 这不是一般的家用霉, 只有矿上才有, 于是两人立刻对所有矿场进行了排查, 果然在一偏僻的矿场里, 发现了一犯, 这个人的屋子十分凌乱, 但他却穿着干净,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看似随时准备跑路的样子, 随后合成还在隔壁屋里, 发现了满强的暗解新闻, 一个瓶子里还装着一块花形人皮, 看来这次试着队人了, 审讯失礼, 杜斌一言不发, 他以为这样警方就没办法了, 但刘队目前所掌握的证据, 足够判他死刑了, 是老子杀的, 全都是我杀的, 原来杜斌和最后一名受害者是轻微竹马, 可对方却嫌弃他穷架给了别人, 于是他才痛下杀手, 可当刘队问起, 其余受害者的杀人动机时, 杜斌又开始什么都不说了, 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告诉刘队, 这些案子是杜斌犯的, 但之前的极其不是他, 根据调查, 杜斌又前科被判了五年, 直到一个月前才放了出来, 他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嫁祸给真凶, 而他只是一个模仿犯, 这样的结果, 让刘队一时难以接受, 本以为抓到了真凶, 没想到却是空欢喜一场, 小县里发生了连环杀人案, 可警方只抓到了一个模仿犯, 都过去五年了, 真凶到现在来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种巨大的挫败感, 让刘队感到非常无力, 他也因为妻子怀孕放弃了调查, 负责起了一些小案件, 只剩下何臣一人还在坚持, 他到处张贴悬赏令, 只为了能找到凶手的一丝线索, 看着公交站牌上的悬赏令, 刘队的内心也有了一丝动摇, 这些连环案就像梦魇一样, 一直折磨着刘队, 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为了心中的证明, 刘队瞒着妻子给何臣发了短信, 希望能重新参与调查, 看着何臣批准的短信, 刘队这才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可他没想到的是, 媳妇洗衣服时, 项链掉到了地上, 就在他弯腰捡的时候, 一不小心滑倒了, 孩子也因此流产了, 这么多年以来, 刘队一直忙于破案, 对于这个家, 基本上就是不管不过, 他媳妇也把孩子夭折的责任, 全都怪在了刘队头上, 一气之下离了婚, 独自去别的城市生活了, 看着地上碎裂的婚纱照, 以及空荡荡的房子, 刘队的生命, 仿佛一下被抽禁了一样, 再次来到凶案现场, 刘队也没了以往的精神剂, 于是他主动选择了辞职, 成为了一个整天打牌的婚子, 看到刘队如此颓废, 何臣内心也十分心痛, 这个案子是他俩一起查的, 已经六年了, 刘队说放弃就放弃了,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 可是这也都没关系,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何臣也想过放弃, 只称他坚持到现在了, 不仅仅是为了帮妹妹抓到真凶, 更多的应该还是, 他身为一名警察的责任与使命, 很快时间来到了2018年, 距离第一起案子发生, 已经整整过去19年了, 何臣的病脚也有了很多白丝, 路过一家气修店时, 何臣突然发现, 门口停着一辆蓝色摩托车上, 因着熟悉无比的图案, 何臣立刻上楼找到老板, 询问这辆摩托车是谁的, 门口停着那辆蓝色的125摩托车是你的吗? 那是别人放着修的。 对于老板的话, 何臣一开始也没有怀疑, 直到他看到桌上的遗照, 女人衣服上全是那种图案, 何臣这才反应过来, 可一切都晚了, 老板趁着何臣愣神的时候, 把他从窗户催了头, 直到此刻, 何臣终于解脱了, 而老板也被警方控制了下来, 通过DNA对比, 证实了老板就是当年的真凶, 至此, 整个案件终于真相打白, 最后, 警方在乡下, 找到了正在卫阳的刘队, 由于何臣没有亲人, 局长希望他能帮忙, 收拾一下何臣的遗物, 来到警局后, 看着满屋子都是整个案件的细节, 刘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 寻找真凶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这已经成为了何臣的一个执念, 可19年过去了, 对于刘队与何臣而言, 他那何尝不是受害者, 对此, 小伙伴们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里刘队, 说的是